全世界喝啤酒最热闹的嘉年华会在哪里 你一定会说是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 的确每年9到10月间 它的销售量的确是可怕 消耗量更是惊人 但是其实最可怕的 还应该是每四年一次的 世界杯足球比赛这段期间 媒体的估计 光以销售金额来看 足球比赛期间所消耗的啤酒数量 以金额来看 将是慕尼黑啤酒节的至少3.5倍以上 看来足球跟啤酒真的是分不开 光以这次晋级八强的国家来说 这八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著名的品牌 今天我们要跟你提的是 来自于橘色王国荷兰的 绿色品牌啤酒海内根 它行销全球已经超过了140年 目前旗下的品牌超过200个 行销的总评数你猜猜多少 超过了84亿品每一年 它的成功难道只是靠着足球吗 也许有关联 我们幕后更有更多的成功的策略因素 我们就来看看荷兰的这个 啤酒王国产业 提前八强 荷兰人全穿上橘色球衣 热闹看球 为什么穿橘色 因为Orange是荷兰王室的戏 难怪橘色成了荷兰国家队的代表色 而在他们身上 你们发现另一个共同嗜好 手上都有杯冰雅啤酒 一场试图赛能喝掉3.3亿美元啤酒 而这次试图赛官方唯一指定赞助商是他 英国百威 世界第一大啤酒品牌 全球市占18.7% 英国南非米勒名列第二 紧追赛后的是海尼根8.7% 这个享誉国际的品牌 正是来自于荷兰 招牌的绿色瓶子 全球年销达85亿瓶 但内销荷兰比重却仅值6% 其余高达94%全部销往海外 这和海尼根家族经营手法大有关系 位于阿姆斯特丹这栋红砖打造的酿酒厂 有着绿色字样 字中间的三个衣 巧妙设计成微笑的嘴巴 这里就是海尼根的发迹地 而在1988年关闭后 现在打造成博物馆 150年前海尼根的新代掌文人 哲雷海尼根踏入啤酒产业 迟年后研发出独特的酿酒口味 但真正让海尼根走出荷兰的是 他的孙子 第三代老板艾弗海尼根 我们在美国第一次 在1988年代的宣传 然后再次增加 世界上增加了博物馆 因为他真的认为博物馆 艾弗最关键的改革在酒瓶 原来海尼根最开始的啤酒罐 不是我们熟悉的绿色 而是咖啡色 你知不知道 唯一的东西是咖啡的味道 是咖啡的 所以我们有黄色和黄色的啤酒 让口感变得有点苦涩 而最独门的秘方 这是我们秘密的材料 特别的海尼根A 芥末 它是在背后锅锅锅 因为这就是海尼根 全世界第一瓶海尼根就是在制作酿酒房诞生 当初酿造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款 靠的全是人力 为了让A酵母发酵 缓慢加热到75度 得像这样不停搅拌 直到把液体过滤出来后 整个过程至少9小时 想品尝新鲜又好喝的啤酒 豆酒技术也是门询问 黄金色的啤酒上头 白色泡沫是保鲜的关键 避免啤酒快速氧化 想到处这样的黄金比例 得要快 横 准 这里的工作人员平均两秒钟 能够倒出一杯啤酒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现在换我试试看 你把它放下来 放下来 然后放下来 现场品尝外 还能把自己的名字 刻印在绿色酒瓶上 制作专属自己的海南根 而馆内最吸睛的 莫过这座4滴啤酒体验馆 把自己当成啤酒酿造 先是被火烤 接着进行发酵 而当啤酒花发酵时 空气中还会弥漫泡泡 酿造完成后把自己打包封装 除了创新的体验 还保留当时酿酒厂原貌 就像这座马厩 最近酿酒厂为什么会有马车 原来它存在的目的是 早期的海尼根啤酒是靠马车运送 而现在这个马车 已经成了阿姆斯特丹的最大观光卖点 精心挑选专人训练马踢 海尼根的马车一天两次 一次两小时游走在阿姆斯特丹街道上 成了这家百年啤酒店 另类的宣传手法 如今这座体验馆 早已是全球啤酒迷的朝圣地 平均一年吸引70万人 光是门票收入1256万欧元 所有历史的博物馆本身 就是一种行销 遗憾的是海尼根因为近年来 不断进行海外并购 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型啤酒帝国 除了阿姆斯特丹居民引以为澳外 其余的荷兰人大多观感不佳 因此内销比例只有6% 但不可讳言就经营策略上 它融合传统又创新的多元手法 的确让这荷兰的国际品牌 成功扬名海外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